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历史上第一次的全国体育会议的结论 你也不记得了 好 就是两个字 今天所有的人污名化 知道吗 为什么大家觉得我们不学无术 认为我们有 不是还好不是有波无脑啊 至少呢 说是我们是不读书啦 为什么 因为有彩卷运动就跟赌博挂钩 他一定无名化 这是举世皆然啊 这是当初大家为什么要走得慢 第二就是组织犯罪 终止了问题 大家看了血淋淋的教训吗 当你有运彩 当你有赌博 你这种求援人生被侵害 被威胁 被利诱 这个是必然的 所以当初就是为了担心污名化 像今天刚才讲的 我们谁都很难过 我也是学体育的 我还是你们的创会主委 我看了非常伤心的 说我们媒体说我们 没完没了 用这样的话来说我们 这就是因为我们有了彩卷以后 大家就是一直会无名化 所以当初大家走得慢 就是怕这一个 那今天要挡住这一个 当初呢 我们为什么说 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事情 当百年大计 我说你运动产业发展可以 你绝对不能一再强调说 这个运产是我们的百年大计 因为假设体育 需要靠赌博来发展 这也是太美之气 而假设赌博其实是让我们受害 但是有很多好处会展现 我们不得不去接受 他也不是百年大计 但是今天送来的 我们为什么一再的每一位委员 包括招委都很忧心 这个收支运用保管 因为如果收支运用保管办法 如果没有真的确立起 这个真正可长可久的制度 他会变成百年大患 我举很现实的例子 第四条 第四条从刚才黄委员 一直到管委员讲的 都是你公务预算的重叠 其实丙会越做越小 你知道吗 因为你不要知道 最会算账的人是主技处啊 他一看你这个地方有 他原来的东西会少啊 所以你就是丙越做越小 但是呢 有个好处就是 你的管理上面 你现在可以一手折天 主委你自己当 这个副召集人 你指定一个副主委 其他人由你来选择 于是你可以一走折天 你的个性 我相信有信心 但是万一所托非人呢 他就变成一个小金库 尤其是路连路跑 或者是哪里奇奇怪怪的事情 都可以用这个钱 因为你那个1234567 你自己看 那个用途啊 没有人这样子 就是说 很多的基金可以概略的写 弹性大 为什么 那是他自己赚的 但这个钱我们没有自己赚 不是我们体委会赚来的 是全体 尤其是体育界承受很大的灾害 去得到的 甚至社会道德 有上面风险 所以我们既然是社会 共同付的代价 不是政府赚的 一定不能沦为私用 这是当初 为什么公益彩卷 第六条 设了这个监理会 而监理会 你看到哦 他上面21到25个人 因为他有地方政府 所以中央政府 四分之一 四之六人 地方政府五人 大概也只有十分之一 他空了二分之一 强的人 是给外部的人 再来看看 现在都市更新条例 有都更基金 他也是 他是绝对多数 三分之二以上的人 是外部的 因为政府代表 甚至在彩卷条例 明定合计不得超过二分之一 你要体会啊 体会他是不同的东西 因为不是我们体委 会自己赚的钱 所以我们没有权利 这样子大猪大意 其实刚才管委员 讲的很多是很对的 我只是不愿意挑 你们光是行政管理费 花掉十分之一的钱 这个是很多说不过去的 刚才黄之雄委员也讲了 那些用途 看的是非常不安 因为你会侵袭了 原来的公务预算 而你这个钱呢 逃避了所有的国会监督 我们将来对你们有办法的 你们那七至九人就可以支配耶 我们只有决算 决算今天也在做决算 你们连 连副主委都不愿意去 为什么 都是告不一辉掐嘛 尤其是 他只是用法律 而不是用 你的目的 什么叫目的 这个叫特种基金 你回去查 其实你还有两个 两个问题 你知道吗 在法律上 我今天很难过的 跟我们的主秘讲说 我们很不舍得 对提委会怎样 让提委会给我们 找很大的麻烦 当你们没有运动 彩券发行条例的时候 你们已经发行 所以我们捕破网 拼命提案 七手八脚 费劲的力量 去跟公益彩券切割 终于把它弄成了 一年多 然后你们在没有基金的 公务跟基金的划分原则 这个不是我们讲的 这是马英九的证件 现任总统 他的证件叫做 检释现行会计 及省计制度 杜绝政府 支出各种浪费 所以他在今年1月22日 要求主计处公布了 凡事有基金的 如何跟他的公务预算切割 他有个划分原则 所以你们还没有定出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不是你自己定的 我看你们昨天 终于送来一个原则 但这个原则不是你们定的 就可以程序上 他要报行政院 行政院像经管会 这些都是送到 我们立法院来的 那个划分原则 确定之后 我们确定 你的公务机构 公务预算 跟基金的预算 确定可以划分 那你后面这样编 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挑剔了 那你们没有定那个 也没有定会计制度 你自己第13条有讲 你要定会计制度 你就把这个东西 入后来 然后好了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你在还没有基金收支 保管及运用办法 之前 我们周围也是很头痛 你已经把基金的附属预算送来了 每一件事情的程序都很奇怪哦 我是觉得真的是好好静下心来 把那个程序弄清楚 这样您也少烦恼 我们也少烦恼 因为我们简直不知道该如何 如果今天真是退回 是很伤心的做法 但是还好 仔细的看了母法 你们不会真的损失 因为根据彩券条例第八条 你们已经是有所谓的政府专户了 这一点张芬芬倒是很内行 就是基金未成立之前 在条文上 运彩发行的盈余 在公库市设立专户存储 收支并列 基金成立之后 这个结余款才转入基金 所以事实上实质的损害不会 就是说你钱还是进的去专户 至少不会继续的 像过去 完全不能为体育所用 但是其实最好不要这个样子 好不好 是不是能够把程序真的弄清楚 没有一个单位像体委会这样 让我们如此烦恼 都是拉着奔嘎嘎 要不然就是点斗走 然后我们要抽回 你们也不愿意 我们是说 现在时间将近 我具体一点讲 我有三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 如果是确定修正的话 第四条跟第五条非修不可 你的用途呢 你回去看资源回收管理基金 资源回收管理基金 他列的十二条文字 非常的详尽 如此以详尽 因为你们跟这个运采 跟公益采券 跟通讯传播 监理基金不一样的就是 你们没有在模仿上面 把它讲得很清楚用途 这一点也是 你当初不同意 我的修订案 当初采券条例 我曾经要修你们的用途别 但是你们不同意 那我也就从善如流 如果当初按照我的意思 限定于人才的发展的话 其实不会有这些后续的困扰 但是先不再去讲它 至少你可以用环保署的资源回收 基金收支保管运用办法 一样的做法 用很详切的文字 来切割你 即使项目看起来一样 但是实际的内容 支出文字陈述 让它争议减少 第二个建议 你的管委会外部委员 非官方的应该要超过二分之一 因为这个钱真的不是你们赚的 同时你应该照应第七条 就是你要完成的任务 不是体委会人员可以做的 我讲难听一点 什么叫特种基金 你回去查预赚法 它的校标 第一个 它要达成目标 第二 它是最高效益 这后者不是我们学体育的人懂的 它是财务的杠杆问题 它是金融监理的问题 它是会计的问题 你们自己去看 这个委员会的任务第七条 你就知道该去哪里找这种人 不是一般我们体育团体就可以来的 它需要有会计 财务 法规 法律 尤其是金融的监理 金融的处理 因为它是个彩卷 所以我要求管委会外部二分之一以上 而且必须要有金管 要有会计主记 要有财务 甚至法律的人才 第二点建议 就是你的公务预算跟基金业务的划分原则 必须依主记处今年元月22号公告的行政命令 先送行政院 免得我们通过了以后 结果你那个划分原则 主记处如果有意见 我们又得再烦恼一次去做修订 所以应该把会计制度 你是第十三条的条文自己讲的 还有基金业务划分原则 这是主记处的今年的新的规范 这是马总统的证件 必须要落实 抱怨以及本部 以及本会 第三 我还是语重心长 即便我们施政还没有像黄志雄委员一样 我们有高的远的理想 至少行政程序上面 我们至少提委会能够做到 不让别人烦恼 不让别人看我们笑话 我的要求你有听懂吗 有 三点建议我都记下来了 谢谢你 好 谢谢 很好 都记下来了 也该说都是